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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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续三天假期过后 这些电子业公布营收 会不会因为八月的营收不如预期 而股价做个拉回动作 所以我们也发觉一件事情 最近很多电子股纷纷的走跌 一定有它的原因在 那我认为说整个行情 其实就像我们在过去这几天 甚至在FB88经营会 以及我们会员的盘后传声稿所讲的 幾乎一模一样 这里就是要一个震盪整理盘 大概就是要整理到整个9月中旬前后附近 那也大概就是中秋过后 接近下一次的台子期 9月份的台子期结算前后附近 这盘才比较有机会整理完 甚至昨天大盘指数上涨了50点 也刚好说在五日均线的945 这附近我没讲的嘛 短线都一定还要整理 不过虽然大盘指数还要整理 那我们也在我们会员的盘后传声稿 以及在FB88经营会 昨天我所po的文章里面 跟同志们讲很清楚 看到国际股市 这是一个趋势 昨天港股暴涨了500多点 陆股持续的到今天为止 还持续的写下 波段新高 已经看到上阵已经看到2400点了 那德国股市欧股 昨天也在整个苏俄跟乌克兰之边的一些 战事可能有一些 战事可能和缓的情况之下 昨天也都是纷纷大涨的 所以我觉得说如果国际股市都在涨 国际股市都在走多头 你要台股真的像其他空头专家所讲的 会逆势走空大跌吗 还是就如我们88经营会 就如我们的金管会曾主委所讲的 这边是一个稳健乐观的一个行情 短线不用太在意短线一两天的一个涨雨点 你要看的是一个波段 我相信其实过去这几个月来 各位投资也很清楚 我们的金管会曾主委 整个行情看法 从去年底到今年的一个上半年 它是一个极度乐观的 台股果然从去年底 今年初的8230一路涨到9500点 来到9500点的时候 我们的金管会主委曾主委也讲了 这边他看审慎乐观 他也跟你讲清楚 半年报公布完再说 有没有果然大盘指数 就从7月初的9593点 拉回到8月中旬的9014 真的等到半年报公布完 真的他开始改口说稳健乐观 台股又从9014涨到9500多点 最近这半个多月 又涨了500多点上来 好 涨到这边 我想我们也跟头这么讲 指数来到前波的高点附近 做个震荡整理 这是一定是正常的 就好像金融股指数 我就跟你讲 你去看大盘 就好像你在看金融股指数一样 金融股指数来到前高震荡 当然大盘指数这边 也会来到前高震荡 但是我的看法没有改变 我还是比较倾向震荡完 还是有人力再拉一段上去 整理完还是有人力再拉一段上去 如果在这个震荡整理过程当中 我想你要重点一直留在哪边 也是我们过去这一个多礼拜才讲的 太若留强 比方说 竟然现在全市场包含法人 包含很多投资朋友 你都在担心8月的营收 有对电子股可能是比较属于不利的 你都在担心可能很多的电子业 今年的营运高峰已经过的情况下 那就很简单嘛 你不要去碰这些股票 你尽量避开这些 今年景气高峰已经过的一些电子族群嘛 明年景气要好明年再说嘛 但是至少景气高峰已经过的这些电子族群 我想各位现在投资朋友 聪明的你 应该不用我多讲嘛 今年景气都高过了嘛 今年的景气最高点最好赚的是 它的今年最高峰已经过的情况下 你觉得它股价还会再创新高吗 当然不会嘛 所以你看我们陆陆续续在节目中给你点到的 比方说飞瓶阵营 这次的在整个手机的这一块 智慧型手机这一块 上半年是飞瓶阵营比较强 包含软板的2402的一加 导播客要帮我们带一下2402的一加 有没有你会发觉这一件事情 上半年它很强 这波上来为什么我们一直跟你讲 这是反弹是让你逃命用的 因为它的营收获利已经高峰已经过了 下半年它已经是什么 一定获利没有上半年好 股价果然一直在干嘛 在往下盘跌 这是其中的一档 第二档是4915的自身 也是一样啊 第三季都已经跟你讲是保守 你看这一波也从50几块跌下来 到今天为止 导播客要帮我们带一下分时轴视图 再入关到跌停板 今天又关到跌停板 再创整个波段新低 对不对 它也是比较偏向 它瓶盖的什么 苹果的占的比重比较低 也是属于什么 非瓶阵营这一块嘛 那你会发觉 这一波沿路从50几块 跌到今天剩下30几块 股价已经跌掉30几%了 我们昨天还在跟你讲 你要保守的一些标的 好那除了这些之外 我想谈到苹果供应链股票 很多人说 今天苹果供应链股票会大跌 最主要是可能受到 苹果昨天中错了4% 可能受到这一次的苹果 iGoogle可能云端 这一块被 被骇客骇进去 所以有百来位的 名模 女星怎么样 验照曝光 所以造成这一波的 苹果供应链股票拉回 是这样子吗 我相信 你只要是我们 88金会的中史观众们 你是我们FB88金会的 中史粉丝团投资朋友 你会发觉我们都事先告诉你 我想这一波的苹果供应链股票 我们就举我们常常在这一年 从整个4月份做到整个8月底的 家庭益跟你分享 第一波 对不对赚了19% 第二波也是在第一季财报公布 利空出去的时候 第二段赚来再赚20% 好等到8月中旬之前 我想我们也不断的 暂时在节目当中 也几乎天天的在会员的盘后传声稿 还有FB88金会 我所播的文章里面跟你讲的 好半年报公布 你要干嘛 你要找买点 有没有 当时在30几块 40块以下的加点 好等到这一波 再拉上来 包含台郡的创新高 包含鸿海的 除完全之后 还原全值的股价 写下今年的新高 包含F真顶 当时前几天又来到百元上下附近的时候 我想我在上礼拜的时候 有没有一直跟同志们讲 按照过去这几年的经验 一旦 苹果真的要发表 星期的前后附近 提防 平概股 怎么样 短期 利多出境 未来会不会好 你要看他未来的什么 真的iPhone 6卖的好不好 如果卖的比市场预期好 那以后股价要涨再涨 如果万一iPhone 6出来 是雷声大雨点小 卖的不如市场预期 或者说只是跟市场预期差不多的话 那对不起 苹果供应链股票 每天在FB88金位跟你分享的一些族群 好我想回过来 我们随便带个几档 6153的加连翼 打播可以帮我们带下分时走势图 就很清楚 你看这一波 今天还是持续下跌的 K线图看了更明白 已经从46块多 又回到41块上下附近了 对不对 第一档带你买 高档一样带你出 这个就是88金位 跟其他专家最大不同在哪边 带进一定带出 甚至包含6269的台郡 4958的F真顶 对不对 你会发觉最近都已经 纷纷的开始在做拉回整理 而上一期的鸿海 从除安全之后的最高104块 好像104上下 今天也曾经也正式跌破百元的整数大关 我想我们都跟你讲 好这是第一个族群 我们之前8月份上个月 一直在给你推荐的苹果公司股票 第二个族群 我想Tesla的创新高 也是我们之前在8月初的时候 到8月初一直跟你讲的 我们那时候跟你讲 美国NASDA这次的大涨 主要涨的是三个族群 一个叫苹果 第二个叫做Tesla 那Tesla 当时我们在跟你讲的时候 是在底部区跟你讲Tesla股票 包含这波的 打播可以帮我们带下 3003的建核心 当时在40块以下 给你推荐的标的 对不对 你看这波也正如我们讲的 真的谈到既线上下 1536的核大 你把它还原全值 也在昨天写下整个波段新高 对不对 3665的F帽连 昨天甚至来到150几块 好等到现在 这些股票大涨了 全市场都在跟你讲 电动车概念股的时候 跟你讲Tesla供应链的时候 我想我们 也在前天 我们没有卖到昨天最高点 我们有没有在昨天 在前天盘中 一样在FB88就会跟你讲 我们在做什么 获利调节的动作 那我认为短期间 电通车的族群 你也不要过度去做追加 小心 可能会被短套 你要跟着我们在低档布局 不是等到股票大涨了 上礼拜到这礼拜上半周 前几天大家都在谈苹果 你去追苹果 挡挡股票 你就会觉得说 吃不到苹果 却被苹果皮 却或苹果的那个 里面的那个核心 那个子去噎到 要不够衰 Tesla概念股 供应链 我们在8月份在做 对不对 不要等到人家现在Tesla 涨多了 连美国的Tesla 都可能要做短线回档的时候 你才去做追价Tesla的供应链股票 小心 你可能要追在相对高档 好 这次我们之前在8月份 带你做两个族群 第三个族群 我们在8月份跟你讲的是谁 讲 美国的NBI 生计指数的大涨 对不对 我相信哥头真的很清楚 我们那时候我们跟你讲 美国的NBI 生计指数大涨 所以当时 我们也跟你讲 这一波 台湾生计股 受到基亚的拖累 很多是超跌的 比方说我们之前 一直在节目当中 公开的带你操作的 一档新药股的 1160的事情 对不对 当时在5月份的时候 卖在波段相对高档 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 那这一波赚40几% 这个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 好 来到低档区 8月初的时候 低档区 全市场那时候 怕生计股 看到基亚 连续14根 15根 16根 17根跌停板 下去的时候 全市场 每个人都在骂生计股 我们去告诉你 买点到了 有没有 200块的时候 跟你讲自行买进 第一趟 的短线价差 上来 对不对 两天先赚16%起来 30几块价差 第二趟 对不对 也是一样都有在节目当中 跟你预告 甚至在FB88的机会 你去看8月份 我有没有都跟你po文章 预告 预约 自行 预约生计股 开始准备报复性反弹的 盘中买点 第二趟的价差上去 对不对 半个月 累计已经30几% 第三趟 再来一次 再从202 带大上来 对不对 三趟价差 这上个月 光智勤就三趟价差 90块价差 累积40几%的获利 好 那谈到整个智勤 短线价差单三趟 赚了40几% 破断单 我到现在还是持股虚报 但是我跟你讲 短线再上去 你也不必过度去做追价 这是过去这段时间 也是上个月 8月份 我们主要做的族群在哪边 就是三个 苹果供应链 TESTA供应链 以及生计股的报复性反弹 特别是在自行这一趟股票 好 那现在8月份都已经过去了 接下来9月份要做什么股票 我想 一直跟投资们讲 金融股是撑盘的要地 未来大盘指数 想不想再过9593 你不是看电子股脸色 电子股 你不觉得就是相对比较弱势吗 金融股是你的关盘重点 也是如果你是 不要属于稳健 套做投资朋友 我的看法正大整理完 还是会再创新高上去 所以我想 我们从整个五月份以来 给你推荐的第一金 对不对 你看这个叫破断操作 到目前为止 股价虽然很少涨停板 但是就是有本事涨不停 对 写下整个今年的波段新高 阿尼老师在嫌他觉得股票慢 但是回过来 我有时候常常访问各个投资 我觉得说你可以访问一下你自己 或者你要利用中秋节这三天 自己静下心来想一想 你自己在股票市场要赚了多少钱 或者你跟着其他专家 老是每天追逐标股的 要涨停板的 要标股的投资朋友 真的你跟着其他专家 真的你自己操作 你真的有赚到钱吗 你真的有像人家这样子 赚到钱吗 你真的有像我们88金会的会员们 这样子赚到钱吗 你真的有像我们88金会 FB粉丝团的投资博这样赚到钱吗 你真的有像之前有来索取 第一金这一档股票投资博 真的赚到波段大钱吗 我想聪明投资博 你自己很清楚 包含很多的专家都一样 你可以骗得了别人 但是你骗不了你自己 除非你连自己都要骗 对不对 好那除了这些之外 接下来 我想 刚刚韦婷也讲过了嘛 可能这几天震荡的目的 就是在中秋之后的什么样 行情搞不好是对多方比较有利的 好那如果 接下来要对行情是对多方比较有利的 最后哪样嘛 如果明天礼拜五 如果下礼拜中秋节过后 真的要买 要买什么股票 那我想我们在整个八月份 不论在苹果供应链股票 不论在Tesla供应链股票 不论在生计股大货全盛之后 我们也讲了嘛 一年一度的中秋节 我们特别 在昨天准备了 50盒的中秋月饼 送给各位投资朋友吃 好那昨天 也很多投资朋友 瞬间几乎 秒杀掉 好那昨天如果你打电话进来 最后说啊怎么50个名额已经满了 和你想来索取中秋月饼 索取不到投资朋友 今天我想我在我的人力范围之内 我在添购了30盒 今天30盒 听清楚昨天50 今天30就好了 因为好的礼盒 好的月饼 不用每个人都要吃到 就好像好的股票 真的让少数认同的人 让少数愿意打电话进来 赚钱的投资朋友 来赚就好了 所以这个中秋月饼礼盒 我今天再特别开放 30份 30盒月饼礼盒 送给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 你现在就可以打电话进来 你不要拖到 等一下三点或三点半 四点五点六点 或是半夜的时候 才打电话进来 到时候我们线上 我们就跟你讲说 抱歉名额已满 那我只能在节目当中 我只能真的在FB88机会 里面跟你说声抱歉而已 好要谈到这六档股票 我觉得今天真的差一点点 你说这个月饼好不好吃 昨天我来手决头之后 应该都会觉得还不错 有什么 差一点点 今天大盘指数 几乎没有盘上 都在盘下整理 差一点点 急出 红不当 差一点点 六档股票 今天几乎都要全部逆次收红 这六档股票 今天很多股票 几乎都在盘上震荡 除了到尾盘 这支收平盘 这支收小小黑 这支几乎都在平上盘上的这个 松子联融 也是最后一盘稍微打下来收小黑 可是今天大盘在下跌过程当中 你会发觉我们的这些股票 都是相对抗铁强势的 甚至在这一档股票蛋黄酥 今天在十二点半的时候 我就跟我们家族成员讲 这支钩票 这个都更烂 好像今天 预计今天要来开始省了 那如果一旦过关的话 可是 可是 你要特别注意它 哇 从十二点半之后 这一棵蛋黄酥 应该算还不错吃 尾盘几乎差一档 收在今天最高点 大概跟中场红上去 那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 这六档股票该怎么操作 我待会下半场再跟你做分享 你现在 就先利用矿刀时间 把这一盒 一年一度送给你的中秋月饼礼盒 带回去 那错过这次机会 我也不晓得 什么时候才会再送你资料 就像我所讲的 你也知道 应该印象好几个月 没有送给你 个股的研究报告了 所以这一次 你要好好把握住 搞不好真的错过这次 我不晓得 会不会等到圣诞节礼物了 好好把握住 重点是 明天或者下礼拜 震荡峰 这六档股票 可以特别锁定 有些标的 我美金会员已经进场 有些 在锁定 是可能 准备进场的标的 反正这六档股票 我都有锁定 不一定每次都会买 但是可能 很多支都会下去买 你有兴趣的 你想跟上车的 想在九月份 赚钱 反败为胜投资 欢迎你现在跟我们 现场服务保持联络 谢谢 好我们更多分析 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李州投股 专业团队为您服务 最精强的产业研究团队 领先市场挖掘好股 波段为主 短线为辅的操作策略 全方位掌握股市脉动 洽寻专线 02-7725-1377 7725-1377 比较像锅子钱吧 想要零用钱 来 马咯咪 Lanew开学季 买两双 免费再送一双 真正是猫喜啊 你用钱可以加码咯 Lanew 赚钱跟你我有什么关系 互动式的财经平台 带您深入探索 每个资讯角落 全新改版 内容升级 进行锁定三立财经台 1900财经行文 老婆 没事吧 女人啊 总是渴望安全感 所以燕窝我只选老行家 她纯净天然无添加 每一口都安心 给我最安心的宠爱 老行家 中秋送礼 老行家 用爱点亮自闭而新希望 好有法式浪漫的感觉哦 那我们也来点法式吧 好啊 一个法式芥末香肌堡 麦当劳法式芥末香肌堡 酸甜浓郁 咬一口就着迷 一加一 一样超值 好浪漫哦 時时都超值 鑽节镜片 提供二数倍护眼防晒系数 防泼水 耐磨森 抗灰尘 抗油污 抗反射 清晰健康 一步到位 鑽节镜片 来自八国一世路 好 欢迎再次回到这个八八经营会了 还是要请这个信杰 继续追踪一下在本周的个股 我想其实在谈到整个 我们这一次的夏礼 我们这边在左手布局的 所定的标的中秋月冰离合里面 我想这个凤梨书 这一档股票今天是收小红 这一档股票是收小红 特别注意它的一个消息面 那另外这一档二字头的 二叉叉叉叉的淡黄书 刚刚也讲了嘛 它今天是拉尾盘上来的 那这个都根审议过干 就是准备 如果一旦今天下午 顺利过关的话 那就是准备申请建造 快的话年底 慢的话明年低季 应该有机会是拿得到建造 它的潜在的土地开发 它资产开发收益是高达数百亿起跳 至少两三百亿是跑不掉的 所以谈到这一档蛋黄书 各位投资你要特别注意 我想跟你分享一个故事 其实这个我在上礼拜的演讲会 非常有跟投资人分享过 我说某财经周刊 我不要说是哪一本 某财经周刊的里面 某位发言人 曾经 他在他的上一期的周刊里面 闲情闲过 他说他有一个朋友 过去这几年 在统一时赚到大钱 第二档他赚到农林 赚到大钱 第三档 目前这个投资人呢 他买的股票就是 之前也是听我演讲讲的 打不可以的话 帮我们带下2882的国泰金 你会回过来看 国泰金拉长时间来看 这一波从多少 从40来块涨到50几块 好那我给你讲的是 这个他在统一时 赚了将近两倍走人 去年在隆林 赚了将近40%走人 这一波在国泰金赚到钱 那你说这个中石户 我跟你说他买股票 不是你财经买一张两张 五张十张六张 他一口气 就像今年四月份 我们在讲百合的时候 他一口气可以买4000张的百合 一口气买4000张的百合 所以他都是选定有量的股票来操作 那我为什么跟你讲这些东西 这一位中石户 目前对这一档股票 特别有兴趣 他还没有进场 但是我跟你讲 特别有兴趣 那这一档股票今天 从十二点半开始往上拉 那这个都根 审都根案 审理今天能不能过关 或者会不会拖 我们再持续再帮你追踪 你要特别至少 你也要知道 人家是在做哪几张股票嘛 这个绿豆泵 今天是收个平盘 那找你核桃呢 这支钩票今天收小的 我认为这一档股票 有稍微拉回震荡成了几天 比较属于稳健的 你想在未来这两三个月 稳稳的在股票上 赚到波段大钱的 这一档股票 你一定可以买 这是几乎低风险 而且有高低润的一档股票 五人金腿 这支钩票涨涨停 今天盘中回撤五日线之后 尾盘仍然是可以收高收红上去 但是短线如果碰到季线反压 先不要追 你还可以先获利拔挡一趟 拉回月线再做一次短 中长期基本面的变化 我再帮你锁定 好 宗子联融这支钩票 其实就是我在过去这几天才讲的 我说七月份 你一定要赚什么股票钱 加斯达 八月份 你一定要赚来 来档股票钱 就是至勤 对 那九月份 你要赚哪一支股票钱 要赚Lucy的钱 对 Lucy这个又是中国收成股 这个又是怎么样 两岸 那个美容的 两岸美容 两岸医美的美容的什么 龙头的 是最大金的 对不对 EPS都在十来块的公司内 那这个最近 它上半年 为什么会压这么深 因为上半年 有人民币的汇损 大家都知道上半年 人民币是什么 贬值 可是你去看最近的人民币 是在有没有指贬回升 那如果未来这边人民币指贬回升 那上半年汇损 可不可以回充 可以回充回来 那这档股票 今天几乎都在盘上 那我跟你讲这档股票 你怎么样 这几天尽量买黑不要买红 不要盘中挤下去追 你去追到短线的最高点 我不理你 但是这个震荡 我觉得这几天震荡完 我还是没有改变 最少先来到这边再说 所以这档 如此第二 其实讲了半天你就知道 就是这档 松子联融 那我今天也特别花这堆 一点时间 把这六档股票 这六个月饼 都稍微跟你分享过了 分析过了 那如果你有兴趣的 你想知道这六档 到底是哪一档 怎么来操作 欢迎你 现在利用寡时间 来电索取 88金会送给你的 中秋月评一盒 谢谢 好 更多的分析 锁定今天的节目了 我希望一天感谢你收看了 我们再会